Hello大家好,我是大面妹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古老的字 这两个字古人用得最多 老一辈的人也都经常讲 但是到了现在,很少用到也很少讲 就是这个入米的笛和出米的跳 首先讲一下这个入米的笛字 这个字普通话读d,粤语读笛 和走笛的笛,笛字的笛是近音 广广里面有记录到入米也 本意是指买米,后来引申为买入的意思 看到这个字,你就可以联想到 家里面没有米,没有粮食 所以不是要去买米,买粮食 就是这个入米的笛 有一句言语的 家中无粮,心中法方 战战兢兢,唯恐断粮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 量食就是人类生存的保障 在旧时,古代的战乱又多 闹饥荒、闹灾荒 而导致老百姓的生活 都带来困壁的局面 这个笛字平时生活上,你可以这样做句 臭小子,别浪费了米饭 我要去到很远才能逗米 来来,滑味,又吃剩这么多了 在苏东波写的诗里面就有一句 逗米,买粥身,百物之之史 商君书肯令,洗伤无得逗,农无得跳 没错,跟这个逗字相反的就是出米的跳 这个字普通话读跳,粤语读跳 本意是指买米,引申为买出的意思 看回这个字的字形结构 上面一个出,下面一个米 一看就知道,粮食多到要拿出埋的意思 在广运、习、闻运、征运里面有记录到 他、吊、切、阴、跳、说明出谷、也 虽然这个跳字有埋的意思 但是,埋和跳是不能拌乱用的 因为埋是繁止 埋身、埋肉球蕴、埋菜、尺老、埋老 这些就叫做繁止 但跳是专止埋米或者埋粮食 例如跳米跳谷或者跳糧食 在手里有粮里面也有一句言语 手里有粮,心中不放 脚踏实地喜喜羊羊 那确实在旧社会,哪个糧食多 哪个就大活人家 这个跳字平时生活上也可以做句 哎呀,发达了 今天我家粮店出票500斤大米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叮字和跳字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不知道曾几何时的你,有没有到某一个粮站去扔米呢 有的话,底下留言啦 好了,到最后又想考考大家 醉酒佬,数街灯 知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呢 知道的话,底下留言啦 好了,今期的视频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拜拜!